大半夜 两名骑机车的男子 被警察拦了下来 团团包围 身穿黑衣花裤 双手举得高高的 警方仔细检查 发现口袋里头 藏有一包毒品 什么东西 到底是可以还是按 可以 医院就知道了 有点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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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头 抱头 男子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眼看市政就在眼前 情绪相当无奈 另外一名男子 也乖乖听话 让警察继续查 园警盘查后 两名男子被送上警车 带回派出所 这期毒品案 发生在新北市板桥西门街 20号凌晨三点 被带的两名嫌犯 自以为可以骗得过警察 降低刑责 声称带的是三级毒品 K他命 直到警方仔细搜查 发现小包装毒品结晶 形状有点怪怪的 看起来就不是K他命的样子 男子心虚才改口承认 那是二级毒品 安非他命 一度不愿意配合 直到支援警令到场 才坦承香烟盒内藏有毒品 而他们以为可以 蒙骗警察过关 自行降低毒品等级 最后还是被警察当场抓包 全被带回法办 记者侯宇昌 新北市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